嘿呦 大家好 我是阿元 今天叻 呃 这是一个 试货的content来的 因为 我们的阿温 你看阿温 OK 事情是这样的 阿温叻 他就从 呃 泰国 因为我们刚从泰国回来嘛 然后阿温他就从泰国那边的7-11买了 一大堆7-11 呃 才会有的东西 就是泰国7-11才会有的东西 然后他刚刚又跑去了 马来西亚的7-11买了 马来西亚的7-11才会有的东西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他等下要拍一个content就是 呃 泰国7-11对比马来西亚7-11的东西 会有什么差别 因为studio只有我们两个人嘛 今天 然后没有人给我们抢食物 对 再加上他买的食物的分量 真的不是两个人吃得完的分量 10个人 我可以讲 10个人 恐认是10个人的分量 然后 今天我刚刚忘就要挑战 两个人吃完10个人的分量 所以我们等下会拍两个content 一个就是 阿旺的那个content就是 泰国7-11对比马来西亚7-11 然后我这一边就是会 挑战两个人吃完10个人的分量 耶 所以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有什么东西啊 首先呢就是 这是泰国的不是 泰国的三文字 这是什么 这是蟹肉的 ok 然后这个是 这是 这是ham的 然后这个是 蟹棒 然后这个是猪肉 猪肉是马来西亚不可能会有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泰国的香蕉 泰国的香蕉 然后这个是 马来西亚的香蕉 泰国的香蕉 然后加上这个是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粥 然后它是鸡肉口味 然后这个是泰国的粥 它是猪肉口味 因为马来西亚不可能有这个的 然后加上这个是 泰国的巧克力牛奶 这个是马来西亚人喝的 巧克力牛奶 然后这个是 马来西亚的 嗯 Hot Dog 面包 这个是 砂丁 砂丁面包 这个是披萨 然后这个是 酱鱼仔面包 然后这个是 Sandwich 还有什么 带我们去 来快点 好香啊 因为我们在盯着泰国 买回来的那个 帕卡泡 是吗 哇 哇 哇 那个味道 嗚 哇讲真的 我回到马来西亚了 我还是非常想念这个味道 我跟你们讲哦 这一款东西哦 这个 白饭配那个猪肉碎哦 我们去泰国7天嘛 我可以讲6天啊 都在吃一样的这个东西 真的是完全吃不腻 太好吃了 然后这个是 马来西亚的鸡肉 鸡肉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猪肉 OK 所以一个鸡肉一个猪肉啊 yes 单单这两个饭都已经是两个人的分量了 你看还有其他这些 酱酸 还有这个 我们到泰国一定会买来吃的 这个Sandwich Sandwich 但是这个是要订过的啦 对 然后还有 这是 Hem 这是泰国 Spicy Ham Spicy Ham 超好吃 然后 还有这个 鸡肉 OK 蟹棒 OK 它的最爱 OK 这个马来西亚的 这个不懂什么鸡肉吧 Steam chicken breast 然后这个是 Black pepper chicken breast 哇 泰国的咩 这个是马来西亚 哦马来西亚 我就奇怪 如果我带泰国没有看过 然后还有 这一个 Port Dog 这个 Chicken Chicken cocktail 对 感觉很像骗吃骗吃那样 然后这个是 泰国的Sandwich 欸 Saucesh Sorry 就是泰国的Saucesh OK 然后这边也是 这边没有啦 这边你再吃下去 你就有 哦这个呢 这个也不是 这个是推荐他们吃啦 就是泰国的话 如果你没有吃 你可以买这个北面来吃 超 其 福 底 好吃 看到吗 他忘记地推荐 你们去泰国的话 一定要找这一款北面 然后还有这个 虽然讲我没有吃过啊 但是他讲到 超 其 好吃 就要找 走 所以刚刚那样我们就拍完了 阿旺的影片就是那个对比7-11的 然后那些食物我们已经 每一样都已经 四次了一两口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状态来讲 是已经 算是有一点包袱感了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 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 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吃完 十个人的分量 我们两个人要吃完 看到吗 这些面包啊 我们刚才已经试吃了 然后这个饭呢 我们刚才已经试过了 然后这些面包啊 已经试过了 来 有信心没有 我开始了哦 看你的肚子我就很相信你了 没有 OK 现在挑战 正式 开始 正式开始啊 十人份啊 面包啊 三文字啊 然后还有这些啊 看到吗 然后Hot Dog啊 然后蟹肉棒啊 这个最后来就是带油 然后还有 这些啊 面包啊 这个啊 然后还有 两碗粥 然后还有 两盘饭 两盘饭 跟三明治 然后三明治 然后还有 这个 听出来还有两罐油 哇 来啦 我觉得先吃什么 这个先 这个先 到你 我们应该已经吃了十个人的分量了 有吗 还是超过 超过 超过 超过啊 我们已经吃了几个 五个吧 我们已经吃了五个人的分量 两个人吃了五个人的分量 然后现在这边大概是三个人的分量 那我们翻到两个了 然后我来先吃这个 就三个人的分 那边垃圾已经摸我们吃了 再看前一集 这个是很薄 这个是很薄 你看他的肚子都在 哈哈哈哈 都看他懂薄啊 哈哈哈哈 不要开了 哈哈哈哈 真的是很薄啊 然后这些还没有开的 我们就应该不打算开 因为 毕竟是不非常费 是吗 很饿了他在吃了这些 我们只会把我们那些已经开了 去吃完 所以 这一次这个挑战来讲 算是 半成功半失败 是这样讲吗 半成功半失败 不要脸的想法是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吃了 一盒饭 两盒饭 然后两个粥 虽然还没有吃完啊 两个粥 然后还有这一堆啊 你看我们全部已经吃完了 那些包装 OK 然后 现在这一边我们开过了 开过了 开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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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过 垃圾桶还开过 这些事还没有开过了 还没有开过 我们就不打算要开了 等我们剪片的时候肚子饿才吃 然后这个bocky 我们也是开过了 等一下我们就吃完 然后这个已经开完了 然后还有垃圾桶 还有啥 我们丢掉了 拼出还有两罐牛奶 拼出还有两罐牛奶 然后垃圾桶的 我们该吃完了 已经丢掉垃圾桶 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 应该是吃了五六个人的分量 所以半成功半失败了 OK 来 继续 拿 加碎 剪製 鸡 倒地 就像小块 就像小块 鸡 倒地 酱 鸡 哇 挺酸的 好 完了 哈哈哈 很重 很薄 很薄 好啦所以 总结今天的影片来讲 就是我们也不要吃十人份了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吃了七人份 剩下的三人份在这边 三人份 我们预计一个人吃两粒面包 这边有六粒面包 所以是三人份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 两个人吃了七人份 然后我们 expect 吃完十人份 结果我们真的是做不到 太饱了 不过不是大胃王 好啦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我把我的讲话都很新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所以 记得给我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i1 underscore l e 然后 k underscore 所以 各位主持人们 拜拜 我们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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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